又要去把我喝饭了 是不是5点开始 我靠 旋转的不是5 哎呀 这都没人来 就我看微信了 搞个屁啊 冻死我了 冻死我了 然后已经做好了 等了一个半小时才做好 这次比较慢一点 就是这样 冻死我了快 哎呦我的天快冻死了 哎 我现在冻得很啊 说实话啊 就是这样 回去回去回去 哎呦我都不敢说会啊 哎呀我这冻的我都冻的我都受不了了 我要回背弯去暖下来 他们看着我也懵逼了 我现在还能在这站一会儿呢 我们这边政策又变严了 等一下估计要过来吧 这个门都拧住 整个村子都是这样啊 到时候铁丝 到时候铁丝把这个移民啊 出都出不去了啊 就是这样 我天哪 有点有点吓人的 这个东西搞了 这咋着 我现在就站在院子这里 在这边等了 我叔说他那边已经锁住了 已经封死了 就是这样 已经不知道很快就来来我这里了 就这样 什么搞的 我能做到的就是这样咯 这小家伙们 然后接下来我就坐在这里 在这边等待啊 其实也不用等 估计他们人来了 直接就把门锁入了 就是这样 呼 现在有一种 很大的一种心理压力啊 就是这样 其他的先不说 就说吃饭 确实变成一个问题了 现在先说一下啊 我家都有什么啊 大家帮我出一下主意啊 我家还有这个 两包咸菜啊 就是上次给大家看到 那个什么八宝 那个那个袋装的 八宝什么什么 什么那种咸菜 还有两两袋啊 然后白菜还有一颗 一颗大概这么大啊 然后土豆还有三四 三四个左右 就是这样 然后鸡蛋还有七八个左右 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 能吃的还有什么 猫孩子的鸡胸肉不算啊 那是他们的 我都没吃过的啊 发誓啊 我都没吃过啊 就是这样 然后剩下家里能吃的 好像就是这些了啊 哎呀 因为昨天本来说 现在疫情变严重 应该 对吧 超市也买一些 但是看昨天的话 说配送很慢 或者怎么样 还想着过两天再买吧 但是现在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让送到啊 还是一个问题啊 对还有一些米啊 对家里还有一些米啊 就是这样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啊 怎么让我挺挺到月底啊 就是这样 如果说只吃这些东西的话 对吧 当然我们不要按一天三顿算 一天一顿算就可以了啊 就是这样 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啊 没有没有一点别的意思啊 就是活下来嘛 现在 他说他把铁门锁住了 到时候对吧 就真的很麻烦了啊 就就就 还好我年轻力壮 对吧 应该不会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对吧 就怕有的老人或者怎么样 就对吧 就感觉就不太好啊 就是这样 反正既然走到这一步了 我们就要为下一步去考虑一下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的话 接下来我也会少说一点话啊 保存体力啊 希望大家能理解 就是本来我都想着就准备断更了 不拍了 但是怕大家担心我们啊 就是说还是拍一下吧 每天 但是的话就是可能不会拍的那么久了啊 不 哎呀这这这主要怕说太多话 我都没体力啊 没精力啊 就是这样 到时候容易饿啊 就是这样 所以的话 这接下来就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对吧 我知道接下来肯定很多人都都不会再看了 对吧 没意思了肯定又不看了 对吧 但是 但是我现在想办法要 对吧 想办法活下来吧 对吧 就是就就我说的上述的那些食物啊 家里就剩下那些了啊 就是这样 隔壁村很严重很严重 应该是很严重 否则不可能到这一步啊 他妈的没病我都觉得我有病 哈哈哈 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 希望大家能理解吧 大家多多支持吧 对吧 我还是会拍吧 还是要拍下去啊 还是要拍的 不拍怎么办 对吧 我也要生活的 对不对 等到疫情结束了 饿死了 这也不行啊 对不对 还是多多少少要再赚点钱呢 对不对 在一分钱再不赚 对吧 再在家里闷着 再锁着门 真的这个人的精神 真的就 可能真的就很难难难难过了 再加上本身是我自己一个人吗 对吧 一个人类啊 就是这样 在在在在这里 哎 我天哪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啊 多多支持 多多体谅啊 就是这样啊 我还是会拍下去了啊 还是会拍 还是会拍的啊 希望我们都没事啊 就是这样 像这样吧 有什么新的情况 到时候再拍视频跟大家说吧 今天就简单一点了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毛孩子们 那个狗粮啥的没问题了 大家可以放心 坚持到下个月都没问题了 对吧 还有还有十几天吗 到下个月就是这样啊 希望赶快结束啊 赶快结束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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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感谢观看